我是谷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有人霸凌我 你赶快帮我霸凌他们的故事 没有异扬顿素的配音 用短短几分钟搞笑介绍 浓缩版剧情 吸引98万粉丝的谷阿末 这回却踢到铁板 第一是他并没有正式取得授权 而做从事跟散播这件事情 那是我们觉得这个有问题的 谷阿末被骗伤一撞告上法院 而警察也在19号的时候 来到他的公司进行搜索 上周三中午然后来这边 就是跟我们要求说 要看我们的电脑 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觉得 看了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的原著作内容 就真的觉得自己看完原作了吧 不改短评口吻谷阿末 用描述剧情的语调介绍自己被告 但绝对没有侵权 但却引来业界一阵踏伐 演员郎卓云气得大骂谷阿末是脏东西 艺人绷恰恰强调侵权 就是侵权该赔的就要赔 导演朱元平则不认同 谷阿末在创作那些影片 是一种不尊重 因为太多人有这问题了 所以歌就哄了 而我的意思是说太好听了 所以就哄了 尽管强调没有盈利 但谷阿末却被质疑 有些影片讽刺力道明显较弱 怀疑背后有商业操作 法律人士更是打脸谷阿末 从影片下载浓缩剧情 剪辑完毕上传影片 每个环节都违反智慧财产权权 更何况影片来源恐怕还是非法的 剪辑上网播送之后 而获得的广告收益 掺杂了盈利的一个目的 有收取相关费用的话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认定 是非合理使用 还有知名专栏作家 痛批谷阿末的问题 不再侵权而是品味低劣 更对谷阿末影片 五分钟定一部片 一个人的生死 有种灰色地带无法认同 记者文凯旋 万千华台北报导